吴协网与女神灵狗 录网与女神灵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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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昨天去新加坡看了一个 录网与女神灵狗 就是这样要死亡的人,在那个张医的医院,在急救房里面,他也是曾经我们这边的一个信徒,以前有一段时间常常来修行, 但是,可能是过去的业,他今生了很多病,病了十多年,一直被这个病折磨,折磨了十多二十年,昨天他的先生打电话来说他要走了,我听到这个消息,赶出去新加坡看他, 他的先生,讲他很危险,然后呢,他的先生跟他讲,师父要出去,可能就是一直等,一直等,等到师父出去的时候,跟他讲了几句话,这个身体带给他这么苦了,十多年了,跟他讲了不到五分钟,他就走了, 所以,看他能够这样平静地死去,也是一件好的事情,人家能够从平静中死去,多数都是往生到山道去, 但是,但是在他旁边的姐姐呢,也许不明白了,他就一直哭诉着,他的妹妹一生里面没有做缺德的事情,心肠又这么好,又很喜欢修行,为什么,一直病,病病痛痛,他说,佛菩萨没有保佑他, 其实我们佛教徒很多都有问题的,我们常常认为说,佛菩萨保佑,佛菩萨保佑,真正在保佑着我们的是我们自己的善业, 佛菩萨叫我们,诸恶末做,种善奉行,佛陀在经典里面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说, 我们是业的主人,我们是业的继承人,我们是业的继承人,我们是业的继承人,不管我们造什么业,善的或是恶的,我们必须去承担, 所以我们一个人,今生会病病痛痛,也许今世,我们没有造任何不善的业,但是过去生,可能我们这方面接受的不好, 在经典里面佛陀讲,一个人假如常常病病痛痛,是因为过去虐待众生,杀生的关系, 假如我们做人的时候,常常杀生,虐待众生,将来做人的时候就短命,要不然就是病病痛痛,病病痛痛, 所以这个跟我们过去的业息息相关,虽然今世我们没有造任何不善的业, 但是过去我们造的业,业报现前我们还是要去承担,所以她的姐姐不明白, 她说佛菩萨没有保佑她,她信佛,信这么多年,佛菩萨没有保佑她, 假如一个人造恶业,业报现前,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你了, 佛菩萨也没有办法帮助你,就好像你去杀人放佛, 被警察抓进去监牢,你求佛菩萨来保佑你,她能够来保佑你吗? 阿美,可以吗? 不可能的,这是我们造的恶业,我们要去承担这个果报, 佛菩萨尽量劝解我们不要造这个恶的行为, 不要造恶的行为,尽量去行善,诸恶魔做终善奉行, 那假如我们能够依教奉行的话, 真正在保佑着我们的事,善法在保佑着我们, 善的行为在保佑着我们, 就好像我们一个人持守戒力, 我们能够持好戒力是戒在保佑着我们, 不是佛菩萨在保佑着我们,明白吗? 就好像我们第一条件,我们不杀生,不害人, 我们广绝善缘,我们出入都平安了, 对吗?你去到哪里都平安了, 为什么呢?没有敌人,只有朋友, 有什么困难的事情,人家都会来协助你, 那假如我们到处绝恶缘, 侵犯人家的利益,欺骗人家,伤害人家,杀害人家, 到处都是充满着敌人, 你出入有平安吗? 肯定不会有平安, 假如我们造了这些不善的业, 佛菩萨将去保佑你, 对吗? 所以这就是我们佛教徒的遗迟,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讲, 佛菩萨保佑,佛菩萨保佑, 假如你学佛, 第一年,第二年呢, 也许呢,我们讲, 你刚刚学佛, 假如你学了十年,二十年呢, 还是佛菩萨在保佑的话, 我觉得你很幼稚, 真正佛菩萨已经告诉我们, 真正是依法奉行的人, 法在保佑着他, 持戒的人, 戒在保佑着他, 不是佛菩萨在保佑着我们, 明白吗? 好像佛陀以前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, 他也是持好他的戒, 戒在保佑着他, 明白吗? 所以我们假如造了很多恶业, 佛菩萨将去保佑你, 可能吗? 假如佛菩萨保佑一些人, 在造恶业的话, 那不是更多的人在造恶, 所以我们这个要明白, 学佛的人要有智慧, 不要一一吃吃, 十年二十年还是佛菩萨保佑, 真正在保佑着我们, 依法奉行的人, 法在保佑着你, 听懂吗? 假如我们要得到保佑的话, 我们就要吃好我们的戒律, 多多行善, 多听闻佛法, 有这个法呢, 法在保佑着我们, 法在保佑着我们, 佛菩萨们也是法在保佑着他们, 好像佛过去在行菩萨道的时候, 也是法在保佑着他们, 不是谁在保佑着他们, 所以希望佛教徒醒来, 不要一吃啊, 迷迷糊糊, 整天在佛前面, 求佛菩萨保佑, 佛菩萨保佑, 我们要得到保佑, 我们必须要吃好我们的戒, 我们必须解好善缘, 我们必须随行, 随力行善不施, 这些善法肯定赋予我们, 佛陀说, 行善的人得到快乐, 造恶的人得到痛苦, 不是谁给你惩罚, 是夜报现前, 你要去承担, 所以佛陀常常讲, 我们是夜的主人, 我们是夜的继承人, 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你, 当夜报现前的时候, 好像佛陀的大弟子, 穆基连, 夜报现前的时候, 还是要活活被人家打死, 佛也没有办法去负佑他, 明白吗? 因为夜我们自己必须要去承担,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, 天天埋怨佛, 埋怨菩萨, 佛菩萨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你, 这条路你应该怎么走, 我们却埋怨他没有保佑我们, 这是我们的一次, 所以学佛的人要有智慧, 不要学了十年, 二十年还是那么没有智慧, 希望大家明白, 接受 像现在有一些人, 他们是到了, 可能是说上了年纪, 才有些病痛, 还是说到了可能一十岁, 才有一个cancer, 这样是以夜吗? 还是以夜吗? 现在很多的疑似所造成的? 我们要知道, 夜有两种, 一种是过去的夜, 一种是现在的夜, 夜的意思就是有意的行为, 好像佛陀讲, 我们一个人会病病痛痛, 也许是过去的夜, 沙身夜太多, 虐待终身太多, 所以我们今生病病痛痛, 另一个病病痛痛的原因就是, 佛陀也很清楚地指出我们, 我们假如报时报应, 也会带给我们生起很多疾病, 报时报应的人, 将来都要面对这个果报的, 这就是我们有意的行为, 明白吗? 我们忠愈, 也是带给我们多病, 好像我们日夜颠倒, 也是带给我们多病, 好像我们很多时候不注重运动, 也是会使我们多病, 所以这些都是现在的夜, 明白吗? 所以我们要知道, 佛陀讲的夜, 有过去的夜, 也有现在的夜, 有些我们的病痛, 是过去我们的夜带给我们, 有些的病痛, 是因为我们今生, 生活上没有规律, 或是我们的饮食方面, 没有控制, 导致我们带给我们很多疾病, 这个疾病是我们自己的夜造成的, 所以我们不要去埋怨水, 明白吗? 所以好像我们现在吃, 很多人都在追求美味, 吃好的东西, 好像吃素就好了, 要酥鸡,酥鸭,酥鹅,酥肠, 这些酥的东西, 大家想想一下, 它加添了多少的防腐剂, 多少的化学物在里面, 要不然它怎么能够放在病足里面, 可以耐几个月, 你想想, 我们现在很喜欢吃这些, 素的熟冻, 素的鱼, 素的火腿, 这些都很危险的, 为什么他们现在发现, 出家人很多都有这方面的问题, 就是很多都有癌症, 这些就是喜欢吃这些煎炸的东西, 我们吃素鸡, 素鸭, 素鹅, 喜欢拿去煎, 对吗, 这些煎炸的东西, 不是健康, 假如要吃素, 宁愿吃一些生菜, 水果这些, 多吃这些豆类, 比较健康, 不要吃这些加工品, 加工品吃多, 其实是不好的, 而且我们很喜欢注重它的味道, 虽然我们讲吃素, 那个素肉要做到像肉一模一样, 甚至味道都要一模一样, 你看看你要吃这些味道, 它加了多少化学品在里面, 对吗, 这些东西我们吃下去不会健康的, 很多人以为说吃素会健康, 吃素会健康, 假如吃素是吃这些东西的话, 那肯定不健康, 那假如是吃青菜呢, 水果, 豆类, 这个会带给我们健康, 这个的确, 但是现在要真正的, 要吃到很健康, 蔬菜要没有打农药的, 除非自己种, 你去市面上买的这些蔬菜, 很多都是打农药, 打得很重的, 我们吃, 现在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, 吃什么东西都很危险,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人很多人中cancer, 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很大的关系, 所以人性的数字越来越低落, 我们人的病痛就越来越多, 所以很多人没有道德了, 经他们说呢, 现在的鱼跟虾都在放防腐剂, 假如卖到远地去, 都放那些防腐剂, 以便那个鱼不会腐烂, 你看这些防腐剂是我们打死人的那种药水, 甚至水果呢, 泰国他们要出口这个水果榴莲, 甚至那个龙眼, 黎智, 他们都要挣过这个防腐剂出口的, 为什么有一段时间, 人家吃这个龙眼, 小孩子拿去咬, 咬了嘴巴全部烂, 就是这些东西, 所以现在人的良心被狗偷掉了, 所以我们什么东西都敢做, 为了赚钱, 什么东西都敢做, 不管别人死跟活, 以前我们记得常常听人家讲, 你不可以做缺德的东西, 做缺德的东西, 改是生的孩子没有屁股, 有没有听过, 常常听人家这么讲, 没有做这个, 做这个, 老爸, 生的孩子没胖身, 有天的吗? 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听人家这么讲了, 我们现在已经那个良心被狗咬掉了, 你看我们为了那个鱼跟虾看起来新鲜, 我们就放这些医药, 我们在造很多的业, 给这些人吃了之后, 改吃了他病病痛痛, 改吃了我们有机会回来做人的时候, 我们哪里不会病痛, 你造了这个因, 使人家病病痛痛, 将来你就要去承担这个业, 这个业现前的时候, 你就要躺在床上, 十年,八年,二十年, 慢慢脱,慢慢脱,慢慢脱, 这个就是我们所造的因, 所以要得到的果报, 所以假如我们造了这些不上的业, 佛菩萨想去保佑你,对吗? 佛菩萨没有办法保佑那些不依教奋行的人, 真正在保护着我们是我们的善业, 佛菩萨只是指示这条路给你走, 走与不走在于你, 业报现前, 你也不要埋怨谁, 不要埋怨佛, 不要埋怨菩萨,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, 多多行善, 诸恶莫做多多行善, 才能够, 不用受到这个业报, 现前的时候, 所遭受的苦痛, 接受祝福, 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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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